海巡署派出的巡护9号 领着农委会的渔驯2号 两艘中型船舰 同一时间往高雄港的一港口出发 将前往引发争议的冲之鸟礁 执行护鱼任务 其实冲之鸟礁 它就是一个9平方公尺的一个礁石 依照雷洛国海岸滑锅 它就是一个Riff 它不是一个岛屿 其中这艘就是这次任务 中领军的巡护9号 1000盾级配备设成百公尺的 驱离水炮和二离机炮 另外还可搭载40名 配置M16步枪的海巡人员 另外渔驯2号1200盾 最多可以搭载72人 是现行最大渔业训练船 作为巡护使用时 还会配有司法警察 可以看到即将去执行 护鱼任务的巡护9号 上头的炮套并没有来卸除 其实在先前进行保调任务的时候 日方的炮套是已经卸除的 显示是随时都有可能来开战 还有可能就是我方这次 护鱼任务最大挑战 时间拉回到08年 我方在进行保调任务时 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舰 就多次以巨大水柱喷水 还外加蛇行连续制造七级大浪 试图阻扰保调船前进 对比这次的冲之鸟礁争议 双方会如何交手还不得而知 但光是航前说明会 日媒就已经出动 NHK独卖产经 每日共同社朝日的媒体 只不过在提问时日媒还是这么说 你们现在掌握 冲之鸟岛这边200海里内 大概多少艘的游船 冲之鸟岛这边的海域是传统的游船 那今年的游耗量大概多少 就算日方片面表示冲之鸟是岛 但并未获得联合国的认同 为了捍卫我方渔民权益 还迅速大动作执行应该做的坚持与作为 记者张欣一林战业吴国珍 SNG小组高雄报道